我可以用了幾 我可以用了一下下之後 我有幾個心得 就是第一個 我可以用了一陣子之後 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有幾個心得可以跟大家說分享 第一個就是它的紫冰性像還蠻嚴重的 就是你看到那個對比度比較高的冰原 它會看起來旁邊有紫色的冰出現 那這個就是光學品質不太好了 雲鈴啊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第二个问题就是看方 第二个问题就是放大倍率放到24倍的时候 它的病情还蛮严重的 所有东西都会变成有点病瘦的感觉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放大倍率到24倍的时候 变形还蛮严重的 就是所有东西都看起来好像变瘦的感觉 所以看房子啊 它就全部都这样子 整个都变形起来 第一个问题是 用了这个望远镜一阵子之后 我们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的光学品质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很明显就可以看到一些 对比比较强的冰原会有紫边现象的出现 或者是你对焦 然后前面有施焦的一个物件 它整个就是子子 然后这样子全部散开来 光学品质没有到非常好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 那第二个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 它的什么 第二个就是它的 第二个就是它的 第二个就是变焦变到24倍的时候 它的变形还蛮严重的 所以你看那个建筑物啊 或者是有直直的电线杆那种线条 你就会很明显看到哇塞 它的直线全部都变成这样子 变瘦的感觉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我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第三个我不知道其他的望远镜 有没有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第三个就是 我不知道其他望远镜 有没有分开单独调整 有一个东西叫做 趋光度吗 还是什么 就是调整你眼睛近视啊 然后去调整镜片的位置这样子 那它的这个趋光度的调整 只有在 左边有 右边没有 右边是调整变焦就是放大缩小 左边是调整那个眼睛近视 就是趋光度的那个部分 所以你只要调整左边而已嘛 我不知道啊 就是 我就是可能 我调整好可能八倍 我看得很清楚 那我忽然想要放到二十四倍 哇塞 然后就某一只眼睛就是看不清楚 你就需要再去调整这个趋光度 这个趋光度 这个趋光度 那么多ゴミ 就是调整的 那么多处理